我自己存錢的觀念也挺重的 由18歲開始入行 工作之後自己也挺重視存錢 有開戶口 也有做不同的儲蓄方案 所以小朋友他有些新年禮事 或者是剛出生的時候 有很多長輩給了很多禮事前 我也有幫他存起 做了媽媽之後 自己的理財方法是否會不同 是會再長遠了 以前可能是放在銀行 或者是做一些投資 短暫的投資 但是現在真的會想長遠 會選一些長遠的投資 希望十多年之後他要讀大學 或者到他長大了 需要一筆錢的時候 那筆錢會增值 怎麼幫助小朋友處理到你之前呢 雷女現在兩歲多 但是我想不久的將來 就真的要教他開始理財的觀念 例如現在媽媽儲了一筆錢 我們可以先把一部分做慈善 就是私備壽更有福 想他幫人 然後另一部分就是希望教他 你想買東西的話 究竟是你想要還是你真的需要 不要浪費了金錢 有沒有什麼理財的方向 建議下之外 新年大事全交給媽媽 通常都是媽媽說 留大學的學費 或者現在的學費用 然後全部都給他 或者可能一人一半 有些我自己儲蓄 有些東西想買 我可能就會叫媽媽 可不可以給他一點利私錢 我就可以拿回來買一點 不過如果太貴就不會再買 新年有沒有什麼幫忙 準備 你會不會給你的禮詞 當然會 我給女女的那一封 我會寫很大段的 然後自己會幫他儲蓄 希望每一年他到時看 都有一段字給他看 準備新年的衣服 弟弟要買 但是女女很好的就是 可以省錢 就是親戚的女兒 或者朋友的女兒 其實已經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穿過一兩次 就交給我們 所以已經有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他可以穿著開開心心地過年 還有我們接下來應該都會去旅行 過了農曆年 頭幾天之後 一家人去旅行 一些親自活動 小朋友當然是最想要 吃糖 你這麼認識 對的 好了 你記住要理財 對 還有我們每逢三年 有一個盆盒裡面 放著很多零食 都很需要 第二次跟女女拍攝廣告 覺得有什麼不同 但是過了很多 他現在很清楚發生什麼事 已經 很快就完成了 大家都讚他 哇很厲害 很有意識 但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因為他現在 開始知道鏡頭了 很有趣 每個小朋友都會經歷這個過程 他知道拍照 他就要按照 這個樣子 我想是 現在要好好記錄 我覺得我們很有默契 我和女兒 很快就已經 做到一些 導演想要的東西 還有 他又玩得很開心 他完了之後 又會跟我說 很好玩 剛才那裡有很多玩具玩 就是 下次再跟媽媽一起做事 都希望可以 可以 對 再有多些機會 帶著女兒一起去 遇工作 與娛樂 這次拍攝的酬奴 當然會放在儲蓄戶口 因為 都是 處處來為他將來 讀書的 可能為他將來的籌備 所以 現在他每一次 這麼小小的時候 新年錢 或者跟我一起做事的 賺到的一些酬奴 都會幫他好好地 儲蓄他 讓他將來可以有一個 儲備